其實是有一個小標題 跟下面的圖沒有相關 下面的圖只是一個例子 舉例而已 就是說運輸蛋白到底有做多少事情 不是細事 對不起 主動運輸講的沒有 那個納甲褲褲講的沒有 所以只講完了運輸蛋白 通道載體褲褲這樣子 為什麼你這樣沒有筆記 所以才剛講完那個滲透 那就是從接下來是需要運輸蛋白的 好 你們要不要再拍子 我們要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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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們要放下 我們要放下 看 感谢观看 好,姐妹已经有最早的时候已经提到 运输蛋白啊,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 依照工作的方式啊,大家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类型 如果现在呢,是直接从结构上做出一个管道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通道 那通道大概只剩下一个细节 就是说,如果这个通道是完全参通的话 表示对细胞来讲 它并没有要刻意去做到进或出的动作 所以呢,只要浓度 当比如说上面是细胞外,下面是细胞内 外面浓度高于细胞里面,那这时候就往里面跑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是细胞质的浓度比外面还要高 这时候它就会往外跑 所以这个例子里面像水通道 水通道好像看起来细胞并没有要刻意去阻止它做什么事情 所以水的扩散是还蛮畅通的 所以水通道是一个比较稀奇特的 可是有一些东西啊,对细胞来讲 我好不容易拿到了 是因为我想要拿到的过程当中 不想要特别投资能量 可是不代表我拿到之后,当条件不妥 比如说细胞质拿到太多 然后细胞外现在的资源不足 结果它往外跑了,它就变成是流失 这样好像也不好 所以你总是要做一点防护的动作 所以有一些通道是有门的 所以大家这个细节知道一下 如果你心中有疑虑的话 就是通道它不见得时时刻刻的都是长通的 有一些通道它会设计一个门 适时的打开或关闭这样子 好,那这是大家口头讲一下就好了 那所以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去做一个现成的管道 那另外一种的运作方式是 我利用蛋白质结构的形态的改变 然后来运出 那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做栽成 所以以蛋白质的结构来讲 大概就分这两个类型 其实也就够了 就是运输蛋白分通道跟载体 可是因为那个载体当中呢 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是 有一些载体当它在运输的时候 以左边这个来说 当它遇到它要运送的东西出现 如果说今天瘦值跟运输蛋白的结合 把它当成是一个化学反应 那这个化学反应的特色是 瘦值跟运输蛋白的结合只是暂时性的 可是因为这样的暂时结合的关系呢 它的结构发生改变 比如说假想 假想它本来的开口是朝外 那现在瘦值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暂时的结合状态呢 使得这个蛋白质呢 发生形状的改变 那现在变成是开口朝内 那开口朝内之后呢 原本这个角落 原本这个角落 适合跟瘦值结合 可是当它转变成开口朝内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又不能跟瘦值结合了 所以它就把瘦值踢掉 那就是踢掉的时候 因为开口已经变朝内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被踢到另外一边去 好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载体它 结构发生改变的唯一因素 就是瘦值的话 那我们就称为载体就好了 那比照通道这个过程当中 我管道给你了 所以只要你能够符合我内部的环境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管道进出 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呢 它们所参与的都是便利扩散 或叫促进性扩散 所以便利扩散所用的工具 可能是通道 也有可能是载体 可是因为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载体 是说 你今天瘦值出现了 那你也只完成了条件一 那条件二是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让ATP贡献它的 磷酸根 所以这个时候会牵涉到ATP分解 ATP分解的时候呢 把它丢出来的磷酸根 会挂在这个蛋白质上面 这个意义等同于是 ATP把能量给它 那因为化学能 化学能转移需要有一个实际的东西 帮忙传递能量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ATP 在把化学能给这个运输蛋白使用 然后实际的情况是 ATP丢出来的那个磷酸根 会挂在这个蛋白上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你要它变形可以 那总共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它运输的受值要出现 二 ATP要丢一个磷酸根给它 那因为ATP丢出一个磷酸 所以就剩下ADP 然后等一下呢 等到它把这个东西丢进去的同时 那这个磷酸根也会一起跑掉 那这样就完成一次的运输 所以像这样的运作方式的载体 因为它总共要有两个条件 才能够完成运输受值跟ATP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种运输蛋白叫做邦普 如果你不想细分 那你只要知道 有一些邦普是不需要ATP 有一些邦普是需要 有一些载体是不需要ATP 有一些载体是需要ATP的 所以邦普的定义大概可以这样讲 它就是需要 它就是需要消耗ATP的载体 所以还是载体 只是需要额外一个条件 那如果是像这种的话 它参与的就是主动运输 所以主动运输的蛋白 目前看来应该只有载体 或者直接称为邦普 如果你用邦普这个词的好处是说 你将来只要谈到邦普 你就知道说 那这个运输蛋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那如果是只用载体的话 像很多教科书是把 不需要消耗ATP的 就直接把它叫做载体 好 所以接下来 那这些需要工具的 基本上呢 变力扩散比较明确 它除了工具要存在 工具是条件一 条件二是什么 它还是需要浓度高到低 所以物质的传递方向是由浓度来决定的 好 那主动运输呢 主动运输就不在意这件事情了 既然都要投资能量的 对不对 所以浓度对我有利 基本上我也可以用 浓度对我不利 基本上那 这是唯一的办法 因为你现在如果想要 逆着浓度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把某一个东西 从细胞外弄到细胞里面来 那可是外面的浓度高 那里面的浓度 外面浓度低里面的浓度高 所以这是唯一的方法 可是万一浓度条件是好的 比如说它还是外高内低 然后我的方向刚好也是要从外面进到里面来 那这个蛋白质事实上放的不用也是浪费 所以这个时候它反而有促进了这个效果 所以主动运输它不是很在意浓度条件到底好或不好 要看细胞现在想要做的事情需不需要投资能量 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关键 那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可以比的是 可是简单扩散也是扩散 然后便利扩散也是扩散 那两个都是扩散 所以差别在哪里 直接看得到的是工具 简单扩散不用工具 便利扩散需要工具 对不对 这个是从参与的成分来看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差异性呢 因为便利扩散要工具 所以它会衍生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化学反应来说的话 当通道或载体在进行运输的时候 大家你想象一下我现在在细胞膜上面呢 有固定数量的这些通道 如果你现在呢 只有一个受值 如果只有一个受值 OK 只有一个受值 直接抓进来 这么多的管道 随便哪一个都可以用 如果你现在呢 有两个受值 那也还在工作能力范围里面进来 没问题 对不对 一直到四个之前 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万一你有八个呢 那就排队 干嘛 所以在细胞膜上面的运输蛋白的数量 工作拿饱和之前 大致上它会跟一般的化学反应的速率很像 就是你的受值 你的受值浓度如果越高 反应速率应该越高 在它的工作量打饱和之前是这个样子 但如果现在呢 受值的浓度远超过运输蛋白工作的极限的话 那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瓶颈 所以它的反应速率呢 会有一个瓶颈点 就是常数值 这个时候 再多的受值 请它排队的 没办法 因为一批先通过 然后再等着下一批 所以这个会跟酵素的概念有点像 酵素的反应曲线也是一样 我今天 呃 有10个酵素 那我同时处理10个反应物 对不对 好 这还在我的工作能力范围里面 那你有20个反应物的话 请排队 我先解决这前面的4个 然后再解决后面的10个 好 就同样的道理 那所以仿照酵素的观点来说的话 如果你现在想要进一步提高运输的效率 只有一个办法呢 在受值的 在运输蛋白的工作打饱和之前 受值的浓度越高 基本上运输的反应速率就越高 那可是当它达到饱和之后呢 那个反应速率就不定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进一步提高 那个运输的效能的话 那大概就是只能用 什么 增加 运输蛋白的量 或者是浓度 对不对 提高数量 你才可以再增加额外的这个工作能力 所以这个观念基本上会跟效数很像 你想要再化学反应 进一步再提升的话 那一定程度以内 用提高受值的方法去解决 然后超过这个限度的话 你只能用增加蛋白质 增加工序的数量 来去突破平行 好 其他的大概就需要背一番像我们便利扩散会遇到的像 那通道 这个将来陆陆续续都会提到的 那通道 甲通道 水通道 这几个例子 那 帮普的话 不 载体 载体的话 比如说像葡萄糖胺基酸 会有属于它自己的载体 比较少特别去拿它来当 当例子 但是主动运输就有几个例子很重要的 翻一下主动运输一下 76 不是 那甲帮普 74 好 74 所以主动运输里面 这个一定要记一下 那甲帮普 有没有 这个就是 已经大家也习惯了 好 就是断肥去指明 这是一个主动运输的蛋白 可是按照蛋白质的专一性 会很特别 我们跟另外一个来看的话 比如说 脂脂邦普 那我就知道 这个蛋白质专一性的 指运输 脂脂 氤离子 对不对 所以那甲帮普呢 这个蛋白质就很特别 它可以运送两种东西 就是那离子跟甲离子都可以运送 然后它很特别的是 它每一次在工作的时候 那就是往外丢 借用这个图 这边应该可以擦掉 它的工作过程呢 是 尽量的 把细胞里面的 那里 细胞子当中的那离子往外丢 那甲离子呢 运输的方向刚好颠倒 它是 把甲离子呢 往细胞里面送 它要特意去制造一个 那跟甲在细胞内外的不均匀分布状态 那你现在把那跟甲这两个字都遮掉之后呢 接下来有一个更特别的 它每一次呢 丢出每一次的工作周期 它会丢出三个那 然后呢 只丢进来两个甲 你把那跟甲这个字遮掉之后 只看它的垫 所以它每次丢出三个正垫 但只拿回来两个正垫 所以 加减之间 就造成了一个必然的事实 一定会有比较多的正垫 会出现在细胞外 所以细胞内相对正垫就比较少 可以想象吗 好 再加上一个问题 细胞质当中 还有一个问题是 像蛋白质或氨基酸 在细胞质那个环境呢 梭基常常是带这个样子 那细胞质当中 蛋白质和氨基酸 它占的比例不算低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细胞内相对正垫比较少 然后细胞内相对带负垫的物质 又感觉又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通常这个会造成一个很明显的效应是 以细胞膜当参考点的话 细胞外通常它的电位 细胞膜外的电位通常会比较高 那我们用正来表示 因为电位是相对的嘛 那细胞膜内呢 它的电位会比较低 所以那甲邦弗它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 它会营少出细胞膜的模模电位现象 这个在大部分所研究的细胞里面 几乎都有这个现象 就是生物似乎刻意想要让这个带电的物质 有这样的一个不均匀的分布状态 那怎么用 我们在神秘细胞的时候会讲到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所以那甲邦弗很重要 而且它很忙碌 每天我们大概投资在它身上的能量还不少 因为它很忙碌一直要做这件事情 它一不小心呢 这个 这个钠离子呢 不小心透过钠通道 你看喔 外面的钠离子浓度这么的高 请问 你如果像钠通道不小心打开 它是不是就马上流进来的 对不对 所以一流进来之后呢 那甲邦弗又要赶快 投资很多的能量赶快再马上流进去 所以 我们每天投资在钠甲邦弗上面的能量 应该还不算少 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个氫离子邦弗 在右边那个地方 那个数量要计 三个钠出两个甲进 这边要稍微记一下 然后右边那个地方是子子邦弗 子子邦弗的话 你去想像一下 我们一般在电池的蓄电啊 怎么蓄电 我现在这个是细胞膜 然后这边有一个氫子邦弗 对不对 如果你只看他说 啊我现在努力把子子丢出去 这当然是可以 不然你要看 这个发生的时机在哪里 如果今天这个地方 现在是肾小管的细胞 肾小管的细胞不断把氫离子丢出去 丢到那个将来要形成尿液这个空间里面 为的是什么 血液太酸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血液里面过多的酸 把它排泄出去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目的 可是有时候 对于细胞来说 他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我把大量的正电丢出去 对不对 正电丢出去 外面比较正 里面就相对比较负 只是应该是说 外面的电位会比较高 里面的电位会比较低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其实这件事情 它是在续电 你可能之后没有看到有ATP的发生 可是一旦这些正电开始流动的时候 它的意义是 细胞其实是正在操作这个能量 所以举一个例子 像下面那个地方 哪个图可以擦掉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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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 交来算 点到 线的 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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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这是质子方符的话 这个质子方符 它就把质子丢到细胞碗 然后 等一下 它再透过另外一个运输蛋白再回来 可是它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呢 就帮忙带 一个质糖分子一起回来 所以这也是很特别 同一个运输蛋白可以同时运输两种东西 可是质糖能够通过 关键是在于 你有好的质子条件 就是这边的质子的浓度要高 然后里面的质子的浓度要低 这件事情谁做的 它做的 它以质子方符 以消耗ATP的投资 然后制造了一个 那个 细胞外质子浓度高 细胞内质子浓度低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它就有那个条件 就是便利扩散的条件 那所以趁着它回来的时候 用同一个运输蛋白 然后顺便带着这糖一起回来 看到吗 好 这个运输蛋白 你看不到它身上的消耗ATP 可是 直指方符有没有消耗ATP 有 所以你必须把这两件事情 合在一起看 好 来去想象一下 这个细胞膜是谁的细胞膜 这个是半细胞的细胞膜的话 半细胞做什么事情 半细胞协助腮管取得浙糖 对吧 所以 对于半细胞的外面 它遇到什么 它遇到叶肉 叶肉形光合作用 然后呢 把一部分的葡萄糖 转变成为浙糖 那 现在呢 这些糖分 需要透过半细胞 送到腮管 所以假设腮管在下面那个地方的话 所以它第一个手续 就是要先进入到半细胞里面 对吧 好 所以 半细胞取得浙糖 就是把叶肉形光合作用 产生的凉断 送到半细胞 紧接着再丢到腮管的方法 这个第一道最关卡最重要 就是用这种方法 看 可以想想吧 所以有时候 直指正电 会变成是一个操作的手段 好 对肾脏细胞来说 如果你有看到它 拼命的在丢出直指 那可能它的用意是在做排泄 因为血液太酸 对不对 其实太酸不行 所以我要想办法把直指给丢出去 OK 大概就这样 后面是一个补充的资料 就是那个ATP驱动的这个 这种 只要你看到运输蛋白 是以消耗ATP当作能量来源的 就叫做ATP驱动蟒谱 就这样而已 其他的都是例子 看一看 没有特别提到的 只是提供一个参考而已 将来有机会用到 再说吧 那进入下一个阶段 所以前面这边所谈的 这边擦掉了 哎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想办法 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想办法 我现在要想办法 我先把这边 放在哪里 我先把这边 你这边 可以 我先把这边 我先把这边 感谢观看 好,所以我们到目前所谈的是说 如果你现在呢,有一些小分子有机物 不管它是清水性还是输水性 反正它是有机物 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那些带正电的物质 或带负电的物质 然后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水 对不对 如果是这些东西的话呢 现在呢 慢慢的做 就是用三种方式 一个,我可以考虑简单扩散 然后第二个 可能需要动造工具 那就是便利扩散 然后第三个 就是主动运输 严格来说 这三种方式里面呢 因为它是透过穿越细胞膜的方法 所以再更讲白一点 我就是一个一个慢慢走 没错 但方法上真的只能这样子吗 我现在呢 在细胞的外面 一口气出现大量的养分 对不对 我可以一个一个 我确实是一个一个 慢慢丢也可以 就是走这样的方式也可以 但难道我不能直接 直接 直接打包 然后一起送进来 可以理解吗 你现在只看到这个细胞 肯定不要忘记了 这细胞旁边一定有很多邻居 对不对 那养分你来不及拿了 别人就会拿走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生存竞争 所以势必我们从一个合理的角度来讲 会不会细胞可以发展出一个能力 就是我不要一个一个慢慢丢 我就一口气打包成包裹 然后直接拿进来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省得别人跟我抢 所以这个方法是存在的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于 不管你是什么葡萄糖 氨基酸 甘油脂肪酸 这些都还算是小的 可是对细胞来说的话呢 尤其是微生物 它所面对的环境当中 其实会有一些 它完完整整就是蛋白质 对吧 没有经过处理的两份 然后甚至于更惨的是 比如说有个生物死掉之后 然后它身上的成分 它身上的构造开始瓦解 可是这个瓦解呢 可能是细胞某的碎片 也有可能是那种什么核糖体 它也不是还有两个成分 蛋白质跟核酸 所以那这些可能是来自于生物体 所留下来的残屑 那这个残屑 基本上没有两个可能的处理方式 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 我就把酵素 我就把酵素分泌出去 然后呢 因为没有处理啊 所以合理来讲 那我先处理一下 然后经过了细胞外的分解过程 处理好之后 那处理好之后呢 它就变成小分子了 然后这时候呢 再寻看看 是一个一个慢慢走 还是打包运送 没错吧 对不对 可是那另外一个解决的办法是 难道我不能直接把这一些东西打包 你留着 然后我先 我留在外面 我先分解 分解完之后又不是又跟那边面前的问题是一样吗 你要吸收别人也要吸收 对不对 你还帮人家分解好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对 也许来一个另外一个方法 干脆呢 就是把它打包处理 也合理嘛 我先把整个抓进来 然后呢 再慢慢分解完 然后分解完之后 再开始利用 对不对 所以 当然也会有一些生物演化出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想这些事情是合理的 对不对 食物会竞争嘛 所以 扣除掉我们前面讲的 小分子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之外 这种打包处理的方式 我们称之为 包饮 如果你现在要面对的是一堆已经处理好的养分 它分子量很小 你要让它走小分子的方式穿越细胞活进来是可以 但因为现在量大嘛 量大我用打包方式也可以 所以这是叫包饮作用 那包饮作用呢 基本上它就不是透过运输蛋白处理而已 细节等一下会谈 那另外一个是 我面对一些未经厨余的这个养分 刚刚讲方法一 先分解 由高筋势体 然后呢 释放一些水碱煤 然后利用这些水碱煤在细胞外进行包外消化细胞外的分解 分解完之后 回到这边 你要慢慢做 还是要打包来做 也是回到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干脆不分解 我整个打包之后 丢到细胞里面 OK好 所以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以前在讲那个防御的时候 不是已经有提到过一个 打包的方式 就是吞噬作用 可以理解 对细胞来说的话 那求生存才是重要的目的 对不对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其实能够快得上的方法 干嘛不用 Auto qued看 硬势 只 什么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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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好 所以做法上是這樣子 當細胞膜進行吞噬的時候 它會讓細胞膜附近的骨架 像維斯就開始重新排列組合 營造出一個變形 就是把細胞膜推出去 用細胞脂的流動 然後讓細胞膜之下的那些維斯分解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變得比較鬆軟一點 趁機把它推出去 然後就會形成位竹 那位竹有另外一個意義 因為位竹嘛 所以它一個意義是說 這個細胞正在移動 那如果你現在有看到 這個細胞產生多個位竹 而且在這個很多個位竹 整個附近有看到一些顆粒的話 很有可能其實它在進行的就是 吞噬作用 所以到時候這些位竹會把食物的顆粒開始打包 如果要化連續過程的話 大概在這個附近跟這個附近 到時候那個膜會一接觸 接觸之後這邊就愈合 所以愈合之後 這時候就產生一顆泡泡 對不對 如果你很確定這裡面的東西是養分 你就把它叫濕泡 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很肯定這裡面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食物的意義 那你可以把它叫做 吞噬南泡 或吞噬小泡 所以吞噬南泡這個詞 是比較中心一點 我不影射它裡面的東西 到底是真的是 以養分為訴求 而才把它抓進來的 比如說對白雪球來講 它真正的目的是要解決這些病人體 好 不過進來之後 大概很明確的 接下來誰不得解決 對 裡面不管是要解決病人體 還是要解決食物的顆粒 對不對 所以負責解決的 就是利用溶體裡面 要解這些各種有機物的水減媒 好 可是這個就是吞噬作用 這我們以前在那個 那個防禦的地方 其實已經講過這個例子了 只是防禦它真的 比較目的是在防禦 可是對於一個像在 水中的一些原生生物來說的話 它可能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真的是要攝取養分 所以這樣的好處是說 我把食物打包處理 然後進來之後 它過容品慢慢分解 那分解完之後呢 我還是在細胞質當狀 所以這個養分就歸我自己用 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這樣的過程裡面呢 它可能在進行的是什麼 它可能就是在做 細胞內的消化 那像那種 你去把那個酵素分泌到細胞外 再細胞外分解 然後之後再慢慢看怎麼樣處理的 這種就是包外消化 所以我們的消化道 做的是包內還是包外消化 這樣就很明顯了吧 對不對 我們消化系統 消化道 雖然是在我們身體內 對不對 可是我們是把酵素 分泌到消化道裡面 在消化道這個空間 去把食物分解 所以我們消化道 主要做的是包外消化 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生物性 因為我們是先吃到身體裡面來的 所以沒有那麼急迫性 可是對有一些微生物來講的話 它沒有這麼複雜的消化系統 所以它只好用另外一個方法 趕快先拿到再說 然後再開始做分解這個動作 所以如果是有看到胃族現象的話 那有看到食物顆粒 那它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吞噬 有沒有 那 可是這個是針對大顆粒的 如果像現在 像這種 養分早就是小分子了 你不用再有後續處理了 它已經是最簡單的形式了 可是因為大量出現 剛講 一個一個慢慢送 絕對是可以 但是打包起來 應該某種意義上是更安全 所以我們會看到的是 細胞可能會用另外一種手段 這個虛線是本來細胞輪廓到這個地方 那它現在細胞膜直接凹陷進來 那你想像一下 它凹陷進來的時候 外面這個液體 是不是開始產生流動的現象 然後如果說現在呢 在細胞表面本來有出現的 很多這種物質 可能是養根 所以在凹陷進來的時候 這個液體向內流動 所以順便的就帶著這些東西 進到這個線下來的空間內 所以等一下 這個附近 這個附近跟這個附近 然後可能一接觸 又打包 打包起來之後 對不對 又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石炮 這種好處是什麼 這個好處是這裡面的養根 你幾乎沒有在處理的 因為它可能已經早就處理完了 所以接下來就看你要用在什麼地方 所以差別在於 如果真的要去區分那個吞噬跟包飲 這是包飲 從動通點來講 你看 這個是細胞膜向外突出 這個是細胞膜向內凹陷 所以跟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細胞膜從頭到尾都不動 對不對? 你看是要直接穿過零子分層 還是放過上面的運輸蛋白這種工具來協助 對不對? 細胞膜從頭到尾沒改變 對不對? 這種不是 你往外突 往內凹 基本上 細胞膜都有變形 對啊 所以我們前面一直在講的事實上 都沒有稱之到細胞膜變形的問題 請問細胞膜變形要不要代價? 要 所以這肯定要消耗怎麼樣? 肯定 然後 只是說你是外突還是內凹 外突的應該會是吞噬 內凹的應該會是包飲 比較好像也有點粗糙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嘗試從它 要解決的對象來看 那種比較未經處理過的食物顆粒 常常是用吞噬 已經處理好的 小分子的 通常會比較是屬包飲 這是一個經驗法則 暫時的歸納 如果將來有新的發現再說 至少到目前現階段教教書 都是用這樣比較簡單的歸納方式 來去認定的 好 所以牽涉到細胞膜變形 然後又要把物質從細胞外送到細胞裡面的方法 就有這兩個基本類型 吞噬作用跟包飲作用 可是後來他們就發現 有時候 細胞很想要特定的東西 所以它會等 等到它想要的那個物質出現 好 所以你看第三個圖 等到它想要的物質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細胞膜才開始凹陷進來 順利取得它想要的那個物質 有沒有可能意外的拿到別的東西 有 都不能錄它要的 你看 所以 如果說細胞現在呢 它想要引入的東西 是針對特定的物質來的話 那就要額外多一個條件的 你必須要有一個 那一種物質的 用來偵測那個特定物質的存在 所以白話的說法 那個它想要攝入細胞的物質出現 而且這個物質必須跟受底結合 才會啟動細胞膜像內凹陷 等一下把它打包 一樣就形成一顆泡泡 這種東西一般來說 會是養分的可能性應該比較低 這麼重要嗎 因為你是針對它才開始啟動這個過程的 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物質 比如說它可能是激素 對不對 它是一個傳遞訊號的過程 那你傳遞訊號 傳遞訊號不是只有傳到細胞表面就算了 我們通常在生物身上傳遞訊號是說 你這個訊號要讓它進到細胞裡面去 然後在細胞裡面造成這個細胞有一些改變 那個才叫做傳遞訊號嘛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訊號呢 能夠完整的被保留 然後送到細胞裡面 才發揮作用 那所以包飲當中 如果是直接有專一性 針對特定物質而來的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受體媒進的包吞 因為是吞進來 包吞 那這三種在很多教科書裡面 是把這三種都歸納成一個共同的特質 反正都是把東西弄進來 所以這三種你可以通通都叫做包吞 然後再分成吞噬、包飲、受體媒介的包吞作用 因為都是送進來 但是意義上可能有點不一樣 或者對象上有點不太一樣 吞噬一般用對付的對象就是大顆粒 所以它是比溶解度比較差的 包吞通常是應付那些小分子、混合物、存物質 無所謂 它可能意義真的是養分 所以我打包處理把它送進來 然後受體媒介 就是一定要等到特定的東西出現 那那個包吞作用才會發生的 然後最後一個 有進有出 所以有一個把物質送出去的方法 再不破壞這個物質的成分 因為它可能是蛋白質 所以當高筋式體產生一些運輸囊套 然後這些運輸囊套呢 在 還記得那個圍管嗎 我們做個軌道給它 然後讓這個運輸囊套走在這個軌道上 然後一路可以朝細胞膜這個方向前進 然後等到它靠近細胞膜 然後幾乎貼著細胞膜的時候 這地方它會發生一個事情 那是子雙層 然後呢 運輸囊套有自己的膜 細胞膜是屬於自己的一層 對不對 所以當兩個子雙層接觸的時候 平常呢 靈子分子主要是水平飄移 但偶爾會來一個上下翻轉 所以如果說現在呢 靈子分子產生比較大的移動的話 很有可能呢 兩個子雙層就融合 就變成是什麼 變成一層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是 原本運輸囊套膜跟細胞膜是兩個獨立的 然後它可能會接觸在一起 接觸在一起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好像產生一個開口 破洞一樣 如果你現在這裡面呢 有特定的東西 那就因為這個開口的關係 現在你就可以被丟出去 好 那緊接著這個泡泡 一般的氣泡浮到水面上會發生什麼效果 如果它破掉的話 你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那個氣泡一破掉的時候 是不是好像從原本的球 這是水面 然後它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因為表面降低改變 對不對 所以整個被拉開 所以裡面的東西很快就會翻出去了 我們以前叫它是什麼 把這個過程以前叫做細胞的分泌作用 對不對 好 從另外一個觀點 我現在是把這個物質丟出去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包吐 就是我們以前講的分泌作用的意思而已 所以有進有出 進的方法比較麻煩 你看 進的方法有這種 對不對 慢慢拿的 打包處理的 對不對 然後出的方法 基本上 就是靠除掉 有一些東西 那個簡單擴散 便利擴散 也有可能把細 某些東西丟出去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這種 打包處理丟出去的 那個其實就是細胞的分泌作用 OK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進入組織了 下午解決 不是嗎 下午再看看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嗎 我們下午要幹嘛 要練習